《彭情的生活》 頻道新聞台 好了,彭情的生活頻道新聞台 新鮮滾熱辣,要跟大家評論最新的時事 介紹我們今天兩位重量級嘉賓 有中國問題專家 有馬Sir、馬鐵榮 還有什麼都研究專家 博學多才王博士 兩位好 大家好 鴻瓜萬道 來吧 之前說完了,彭情又開檔了 對,要開檔 很多事情發生 馬Sir很重要 要去評論昨天發生的事 我今天故意留起這件事 看到嗎? 嘩,如雷冠耳 整個人都震了 這是什麼 厲害了 今天當然要說回昨天的全國表彰大會 看到主席當然有出席,還有班長之外 以及政治局常委也有出席 疫情下大家都很緊張 現在全球都已經去到抗疫表彰了 一定有很大的啟示 不過,博士你有沒有觀察到昨天主席的外形 她的樣子好像很累 我看香港電台直播 看到她表彰一直在讀稿 一直在稱讚 說著武漢怎樣 說來講去 她的樣子很累 嗯 怎麼搞 馬Sir,為什麼這麼累 當然,日理萬機 你現在應對疫情 打了這麼多場仗 外圍那裡還有很多仗 又要應付馬克思常說的美帝 一會兒 印度咖哩那裡又說 多點咖哩,少點雞 你怎麼搞 所以,如果我看看昨天的表彰大會 真的有很多意思 首先,我也會問一個問題 Max,為什麼會選擇昨天呢? 因為昨天其實有點特別 其實也可以明天或下星期 但我們很關心的就是 在一個重要的大會之前 什麼時候搞才重要 十月、十月傳統上 中國都有一些重要的黨代表大會要搞 是不是一定要之前搞定 還是說,不要啊 十月開羅前搞也行 為什麼要九月呢? 我覺得你說的 正正是這次的重點 我覺得搞這麼多事情 包括昨天的9700多字文章 找了這麼多政治局常委 在背後做報警版等等 這個最主要就是顯示 他們在整個抗疫裡面 取得了一個偉大的成就 這個才能夠在十月的時候 開五中傳會才有一些正職 拿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昨天他們搞這個會的時候 說了中國怎樣強大 特別是說到疫情防禦 和經濟恢復上走在世界前面 這個真的很厲害 而且顯示了中國 強大的修復能力 和旺盛的生機活力 看看這樣 我都覺得要買A股 不應該買美股 中國的這麼強勁 馬sir 今天數據看到CPI又上升 似乎 他昨天說的說話很重 是啊 但我不明白為何他都累得這麼厲害 還有大家留意 他頒獎裡面的頒特別 昨天頒了一個共和國勳章 最高榮譽給鍾南山 我覺得鍾南山實至名歸 為什麼呢? 一來他會講廣東話 和我們都近一點 還有在沙士的時候 他都幫了我們很多香港人 但是特別是今次 如果大家有留意 整個疫情最初的時候 武漢都否認 有人傳人 有這類的事情 但是當鍾南山去到武漢 一看完之後 事後 原來他親自向總理李克強匯報 就說一定要封城 否則傳染得很厲害 所以大家都當了他 是其中一個吹哨者 吹雞 是預警有這事 所以這次能夠這麼快解決到 他都有一份很大的功勞 當然 昨天也有人說 其實吹哨的吹雞的不僅是他 好像還有一位姓李 李文亮 我不知道李文亮有沒有 今次拿了分章 我就沒有詳細去看 但是當中的那個 其實反映到這個情況 所以攀這個共和國分章 其實一方面是表彰他 亦是一方面 我們經常在內地 有一句用語 經常會用的 是這個內地 叫做批評與自我批評 這次就是表揚與自我表揚 既表揚鍾立山 亦都表揚黨中央 能夠在今次裡面 這麼快應對解決到這個問題 而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比較關注 就是 上星期五 習主席在抗戰勝利75周年 不點名 批評美帝之外 昨天也是借這個機會 批評美帝 雖然沒有開名 但是說到 在重大危機面前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團結合作才是人間正道 任何自私自利 被嫁禍他人顛倒 是非混淆黑白的做法 都會造成傷害 這也似乎 在講 Max經常說肥鳳 還有針針 肥鳳鬧了兩個星期 針針也是這樣 昨天表彰大會 馬老師不止 彭程都還一箭幾丟 給大家看看 我沒有報紙的照片 好像主席很累 是否最近日里萬機都很重要 四周都在著火 是啊 周圍都著火 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我相信是 因為如果按照Max的思維 我相信他都很累 為什麼呢 美國方面 9月15日又來了 華為又沒有芯片供應 你知道我們中國芯 這個芯 不是芯狀的芯 芯片的芯 又可能被斷工 接著新疆的棉花 又不可以買 接著 印度那邊 可能我們又吃不到咖喱餐 你說是否很大 還有我們香港也有很多事情 香港那裏 現在又說要加碼 下個禮拜 一路檢測為止 那麼多事情 他都要處理 又要關心我們人民的安全 以至我們香港同胞的安全 我覺得累這件事當然了 是嗎 重慶大廈也有咖喱 是 是 中印那裏 為大家都關心 是啊 很大件事 在邊界那裏 6月之後 都出過事 大家都吵過了一段 但是博士和馬老師 第一次聽到 槍聲 對啊 昨天也有看 為什麼槍聲 最近原來有些新聞出來了 關於印度那裏有些消息 對嗎 先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 關於那個 剛剛他們捧了一些印度士兵英雄 叫做什麼 叫聲哥 真的是叫聲 聲哥原來在和解放軍作出一個赤手空拳 也不是的 其實是有刀的 打到當中 就不幸過身 這位印度士兵 但他原來已經 謙滅了12個 我們的戰士 這是一個 喂 Maxie 他比我們的業民厲害 我們業民一個打十個 他一個打十二個 十二個 最後他不幸就殉國 這位阿星 最近他的家族就說 要印度政府頒那些超級無敵大獎 給他 但另一邊 就有些照片出來的 就是關於 就是那邊 現在我們解放軍用了些什麼 最新的兵器 先講明一下 大家都知道 在這次中印的衝突之中 講到明雙方就說 不可以用槍 或者其他東西 只能用普通武器 所以 解放軍早前傳出 是用狼牙棒 印度兵用刀 然後最新的片段 就看到了 印度電視台說 解放軍用什麼呢 他們印度人說法就是 一支長矛綁著一把刀 那我也拗爆頭 後來看了一張照片就知道 阿彭成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這是什麼 長矛 就是一把大刀 他形容不了 我們就叫做關刀 關刀 但是我拗爆頭 懸崖用關刀 不是吧 沒理由 你拗爆頭 你也拗爆頭 很久 是一個山 然後有一個平地 有一個湖 那為什麼沒有理由在懸崖用關刀 但是 這張照片說出來 原來 剛剛再看回那個 所謂關刀 那個湖 其實是很多平地 那些平地 原來有那些 印度也好 解放軍的軍營 都在平湖的旁邊 所以這也是一個情況 但也很危險 弄成這樣 越打越激烈 越打越激烈 現在中方方面 指責印度嚴重的軍事挑釁行為 很惡劣 但是究竟誰挑釁誰先 馬Sir 到底發生什麼事 不如你講一下 我覺得誰挑釁誰 都不是一個關鍵 關鍵就是 正如Max 搞到星爺的電影 圓圓彎都出賣 為什麼大家不肯開槍呢? 意思是大家不想 真的有一個軍事衝突 但是似乎現在 雖然雙方不想有軍事衝突 不過有些人真的想有軍事衝突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一旦有軍事衝突的時候 對中國整個 無論政治經濟各方面 都可能造成比較大的衝擊 我們先說 我們純粹是猜的 現在搞這麼多的事情 都是為了要顯示五中全會 就要勝利召開 如果假設一旦 中印的軍事情 是升級的話 就不要說誰贏誰輸 肯定對這個召開五中全會 就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還有大家都知道 Max經常說 現在Trump Trump又說 要跟中國的企業 是要脫勾的 如果真的一旦 雙方在咖喱加辣的時候 會不會 嚇怕投資者 包括整個東盟 以至南海地區 都可能是大家 選邊 靠邊站的時候 就變成了令到 中國可能面對日後的 產業鏈的問題 也好 投資的問題 都受到一個比較大的衝擊 所以我自己個人看 雙方看下去 講到明不用槍 都其實不想升級 但是如果現在不斷 是這樣發展下去的時候 一旦真的拆槍走火的話 我都很擔心到五中全會 會不會在一些 不是煙花聲鐘召開呢 是在一些這麼濃烈的 火藥味之下召開呢 這個可能對整個經濟 和政治的形勢 都會構成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通常這些大會就是 勝利的大會 團結的大會 沒有理由是火藥的大會 印度那邊有很多消息 再看回頭 這幾天不斷煮 印度那邊的 也要跟各位朋友說 如果你有看印度那些新聞 印度和中印糾紛 天天在吵 吵得很厲害 而且角度也是印度角度 全部下面的評語就是 要打啊 不要怕 印度人不是那麼好欺負 一定要拼下去 那邊的可能 民情就更加難控制 因為印度這些民主體制 總理雖然說要勒著 但是軍方 究竟可不可以 這麼厲害 這麼刺激的民族主義下 大家都要擔心 因為這個當然要禁止 大家也要留意印度那邊的報道 但是MX很奇怪 我覺得究竟是印度抄襲我們環球時報 因為我們環球時報抄襲印度的報道 環球時報每天都說 不要低估我們中國 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決心 我們中國隨時都準備開第一槍 是嗎 這次事件當中 中國都忍得很厲害 我們都是不想打的 大家都和平 還有請教兩位 是否接下來外長王毅 這個星期會和印度外交部長 也有機會在莫斯科上合 外長會議有機會見面 有得談的會不會 上星期也有談的 但是談完之後 上星期國防部長雙方都有談的 我沒有記錯在莫斯科上合 對 談完的問題在哪裡呢 我看印度報紙而已 談完的問題就是 大家只是說 在印度那邊的角度 就是沒有事情談到回來 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LAC 雙方的控制範圍 究竟應該用什麼去談 雙方在面對面談 談什麼 雙方是沒有什麼成果的 這裏我想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第二件事就是 他們覺得印度人們覺得 民情而已 政府不知道 就覺得 北京是沒有誠意談的 所以這個都很頭恨 如果當印度總理做決策的時候 你不能夠不理解民情 那些民情覺得 幾十年前 被中國欺負過一次 這次的領土 不能夠再退 我想那邊的民情也很強 是 馬老師會不會背後也有隻手 指老虎的手 又擺在印太方面圍堵 搞到特地挑釁 七國那麼亂 可能大家看到 因為最早的時候 又說抗疫吃咖喱餐可以幫到手 所以現在每個人都 都伸在手 真的想嘗試 連子的子老虎 周圍都很想 我自己是這樣看的 因為印度人口多 如果拿到這個市場 就真的可以 美帝的所謂 和中國脫鉤的可能性 就大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印度 我經常講咖喱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吃咖喱 因為我在日本的時候 日本也是吃咖喱餐的 不過日本的咖喱就甜一點 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印度大家都知道 英語好像比較好些 比其他東南亞國家 除了新加坡之外 不錯的 所以很多外國的投資 都想去印度 而且印度在晶片 半導體 這些發展上 都算不錯的 所以大家都想 是否用印度的市場 去代替中國的市場 背後是否有一些想法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 又令到這一場 中印的爭奪 是由軍事上演化成為 可能有芯片 有半導體 整個市場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近期印度都將 百多種中國APPs 下架 所以我覺得 當中裡面一定有些關聯 難怪主席 看見他心力交水的樣子 這麼多問題要處理 我覺得更好的形式是 憂國憂民 所以馬sir 你是中國問題專家 所以看得穿 我記得不明白 為何有些人不批圖 說出鏡子都批圖 我們是崇尚於真實 我們不搞太多這些事情 正所謂樸實的階級感情 是 明白了 謝謝 馬sir 也謝謝 黃博士 今天新鮮滾熱的話題 和大家一起聊 喜歡的話 繼續支持我們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我們的頻道 多謝你 拜拜 拜拜